大家好,我是安杰丽佳 怎样追女生而又不成为田狗呢? 想要追女生但又不想成为田狗 最重要的就是心态建设 恋爱学中有一个平衡心态原则 任何一方跪舔都会使恋爱关系失衡 最终坍塌 想要维持一个好的平衡的心态 就要从日常细节入手 很多人善于追女生 就是日常细节出纵 本人总结了九条关键 第一,不要越急 越急就会成为跪舔 做你们所处关系阶段该做的事 不该做的事呢?一切都不要做 举个越急的例子 女生说,我感冒了 很多男生就会回复 要多喝水啊 多穿一点啊,不要感冒了 吃点感冒药啊 这些话看是很暖很贴心 但是深处看呢,已经越急了 你要知道对面的那个女生只是你的普通朋友 你这个阶段要做的呢 不是急于体贴关心 而是建立吸引 你的主要工作是让他脱离感冒时的负面情绪 变得开心 从而觉得你这个人还蛮有意思的 有想和你谈恋爱的冲动 那你应该怎么做呢? 你可以回复他 你可以拿着手机吹一吹 那女生就会蒙掉了 然后就会问 为什么要对着手机吹呢? 你可以回他 你通过手机把感冒传给我 你的感冒就会好了哦 这里避免和男女朋友才会有的关心陷阱 通过类似的幽默来让对方开心 增加彼此的互动联系感 这个才是最好的方式 第二种 努力就会成功 努力就会有回报 但是呢 要看如何努力 如何付出 做过了 就是跪铁 感情不是买卖 最初谈的时候 就不要总想着为 就不要总想着 愿意为对方做一切 奢望对方看懂 珍惜你的付出 从而以身相许 爱情是相互吸引 而不是徒劳付出 你该做的就是忍住内心的火热 将你想付出的想法 一点点给对方 然后看对方的反馈再决定 是否进一步付出 比如我们日常的约会 说好了五点 你等到了六点钟 对方才过来 女生就会问啊 不好意思 是不是等很久了 很多男生就会客气的说 哎没有啊 我也是才刚到 在这里呢 你多等一个小时 那就是你的付出 首先你的付出 就应该让女生知道 你应该告诉她 是的 我在这里确实等了一个小时了 不过等你的时间 好像过得很快 没有等很久的感觉 将你的付出 让女生知道 然后再看看对方的反馈 如果女生说 那真不好意思啊 今天这顿饭我请了 那么这个女生 你就可以继续付出 投入你的经历和感情 因为她值得 如果女生说不好意思 这次真的有事 你应该说 没关系 我能理解的 下次见面的时候呢 她确实没有迟到 那么你还是可以继续付出的 如果下次见面 她又迟到了 无论什么样的原因 你该打住你的付出了 因为你们之间的天秤 已经倾斜了 你该做的 不是继续表示理解 而是撤离 比如说临死有事 后续也不再主动的联系她 用稍微冷一点 不直接湿破脸的方式 惩罚她 让你们之间的天秤 拉回来一些 你才有可能追到她 第三 追女生靠的不是无原则的好 而是吸引 对她好的人太多了 爸爸妈妈 爷爷奶奶 还有那些像苍蝇一样 整天围绕在她身边的苍蝇 还有那些像苍蝇一样 整天围绕在她身边的男人 你还在追这个女生 说明你们还没有成为男女朋友嘛 还在普通朋友阶段 而普通朋友阶段的好 往往是最不值钱的 甚至让女生觉得有些厌烦 乏力恶心 觉得你企图心太强 女生希望男生对她好 但有个定义叫做男朋友的好 所以你追女生时的好 恰当就足够了 千万不要像江水一般 冲女生一点 你最该做的 才能酸住女生的吸引力 才能让女生日夜想你 第四 对她好 但好也需要条件 进行价值互换 第五走 悄悄板两端 一端倾斜 那两个人必然掉落 第六 社交能量是守恒的 挨太近扎 挨太远 没有温度 要把握好度 每犯一次错 天平就会严重的 清洗了一次 我一直讲犯错就是菜雷 是追女生的大忌讳 有时候追女生 你从头到尾不要犯错 那就够了 你不一定每件事 得要做到完美 做得那么好 第九 不要暴露过多需求感 需求过多也是贵舔 要让自己的需求朦胧化 男生切记 一定不要暴露自己的需求感 将暴露需求感 转化为好感 很多男生追女生的时候 就会表白 我真的很喜欢你 做女朋友好吗 这种需要给女生明确回复的 就是需求感 会让女生觉得有压力 甚至有一种被强迫的感觉 而当你换成和你在一起的每一天 我都很开心 我想一辈子都给你待在一起 这个就是好感 不需要女生的回复 不需要女生的答复 或者叫主动给出答复 这时候女生完全可以默不作声 她完全可以不在言语上答复你 她如果愿意和你在一起 她只需要一个确定的眼神 一个害羞的表情 你就知道了她的答案 你再自然的牵住她的手 一切就随到屈成啦